中國控制這個疫情的速度快以世界各國 那麼所以呢它那個去年的政黨速度 還是2.3還是2.5 其實有點是正的 那麼其他各國當然這兩都是負的 那麼從這一點上來說呢 就是現在美國的反彈很很很快 那麼所以呢就是從 從中國來說它反而從長期來說 它是有很大的問題嘛 一個是體制上的問題 另外還是它的那個管理疫情的這個方式的問題 因為它都是用鎖國啊鎖城啊這個辦法 很落後的 它那個打疫苗的那個全民的那個率 大概就20% 不像美國現在已經達到差不多全國人口的一半 所以它到夏天的時候 美國就可以有一個群體的免疫力 它可以全面開放 然後歐洲也可以達到這個 所以呢就是最發達的一些國家 所以互相就開始交往起來 那麼經濟的輔助就可以很快 另外我還想這樣指出的是 就是說如果你用東和西的來說 那麼西邊還有歐洲 美國 那麼再加上那個東邊的澳大利亞日本 就是這幾個地區加起來的那個GDP 遠遠超過中國 就是現在美國一國都已經超過中國大約 差不多20%到30% 再加上這些盟國 所以我覺得中國這種看法是完全沒有道理的